大家好,我是Stan 5月5号,女团PPG的所属公司官方YouTube频道 公开了Bedbyland的舞蹈影片 Bedbyland是该公司作为PPG的师妹团 推出的七人组合新人女团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成员中包括了Emma Emma是在2021年Emma的 Street Woman Fighter中 以舞者身份参加后获得了很高人气的人物 节目结束后Emma活跃于各种活动 因为最近删除了个人社交媒体账户 没有透露太多消息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好奇 然后在Bedbyland的预告片公开时 Emma以女团成员出道的传闻曾浮出水面 而通过这次的舞蹈影片 确定了正式出道 新人女团Bedbyland将在今年上半年正式出道 她原本就是练习生 后来由于一直未能出道 所以转行成为了舞者 在舞者圈子中也是一位出色的舞者 出道后在IDOL界当然会是在金字塔顶端 在Street Woman Fighter中也表现突出 如果以IDOL出道的话 肯定是历代最厉害的IDOL舞者 这位网友留言 你很差 咳咳咳 该戒烟了 对此康明杨回应说 你觉得很好笑吗 这种话一点也不好笑 很多人都会开这种玩笑 我真的很讨厌关于抽烟的玩笑 我不抽烟 康明杨的回应 在韩网民起了热议 把这种玩笑当成是幽默的人 真的好没有教养 玩笑应该是让对方也觉得有趣才叫玩笑 不仅对女人 对一般女性也是这样 很多人只对女性这么做 因为她们认为女性吸烟会降低社会声望 这只是在显露自己的低能 根本不值得回应 TWICE成员TAYAN将首次挑战演戏 根据媒体报道 TWICE的TAYAN已被选为独立长篇电影 《全力之主》的演员 目前已进入拍摄了 《全力之主》是一部体育剧情类型的独立长篇电影 讲述了怀抱不可能的梦想 不停奔跑的人们的故事 而成员Nayan为了给妹妹打气 送咖啡车到了TAYAN的电影拍摄现场 感动了粉丝们 原来TAYAN要演戏了应该会很棒的 Nayan真的很照顾妹妹们 哈哈我就有预感 如果TWICE有成员出来演戏的话 肯定会是TAYAN IU在韩武儿童节当天 捐款了一亿韩元 根据媒体报道 IU以自己的一名和粉丝名 Yuna结合的名称IUuna 作为捐款名称 捐赠了一亿韩元给绿色散儿童基金会 IU的搜索公司表示 希望所有孩子们都在被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IUuna在这个春天也会继续支持 不是有钱就能这样做 他真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谢谢你 持续捐款 每次都仔细选择有意义的地方进行捐赠 真的很棒 漂亮的人只做漂亮的事情 IU自出道以来 每到儿童节和圣诞节等各种时机 都持续进行捐款和其他善行 所以IU 是天时 5月5号儿童节 Astro成员们和父母前门以及Munsoa 都聚在一起提前庆祝了父母节 照片中也没有忘记TagMunbi 成员们总是不忘照顾到Munbi和Sua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好感动 他们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真的像家人一样 虽然现在只剩下4位成员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回归 他们的歌也都很好听 在9年的时间里 仍能保持这样良好的关系 这样的团体真的不多了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能看到Astro成员们彼此珍惜和爱护的样子 真的很棒 即使出道已经好多年 他们仍然努力与粉丝们保持沟通 这样的行为也很可爱 希望成员们永远健康 永远在一起